審計署前日發表多份審計報告 其中出生、死亡及婚姻登記管理報告就說 入境署調查假結婚個案 很多長期仍未完結,需要加快處理 截至去年12月所處理的2,000多宗 未完結懷疑假結婚個案 800多宗調查了2年至4年 查了6年至11年仍未完結的個案有167宗 佔個案7.5% 報告歷都提及一宗 2012年11月,內地當局轉介假結婚個案7年 但最終都未能夠約見,最終疑犯去世 審計署呼籲入境署吸取教訓 加快處理質疑的華兒假結婚個案 並且集中處理長期未完結的個案 雖然在審計報告中 入境署同意相關建議 並且承諾進一步檢視個案和改善調查 但審計報告公布當晚 入境署罕有發新聞稿反駁 指每宗假結婚個案有獨特性 守證需時,每宗證據都有不同 又說對於一些不懂得刑事調查的人 胡亂批評執法部門的個案處理手法 嚴重破壞入境署專業形象 處方深表遺憾 入境署又針對假結婚個案作出解話 只曾經多次對該名蓄意規避調查的疑犯 入境署服務重啟調查 奈何疑犯一直未有使用入境署任何服務 處方最終從死亡登記系統 發現疑犯已生故 因此未能繼續跟進有關個案 以往相關政府部門都會透過審計報告 作出簡單回應 但大多數都是同意或者整體上同意審計報告的建議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副主席謝偉俊形容 今次入境署發新聞稿回應 做法罕見 如何處理這個事件或有關議題 再作討論 昨天下午審計署發出聲明 要留意入境署的回應 但根據政府財務通告規定 政府帳目委員會和政府都同意 在報告書提交立法會 至進行公開聆訊的一段期間 上方應該盡量避免公開爭辯 以確保委員會可以在公平情況下 順利進行公開聆訊 處方指出 不論是有關的局長、部門首長、公共機構主管 又或者他們屬下的人員 都應該避免公開反駁報告書所在的審計結果 審計署現時不會公開評論有關審計報告書 保安局回覆傳媒查詢時說 局方已經提醒入境署 政府和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一直有共識 政府帳目委員會稍後會跟進審計署有關報告 屆時入境署可以在座交代 目前不作進一步評論 本港出現首中社區感染源頭不明 帶有變異病毒株的新型肺炎個案 患者是一名39歲外傭 他住的東涌影灣園月桃軒第11座 整棟大廈居民都要撤離檢疫21日 政府晚上7點起 為封東涌影灣園月桃軒第11座強制檢測 之後更加宣佈整座大廈大約400個單位的居民 都要撤離檢疫21日 原因是政府發現大廈出現感染源頭不明的初步確診個案 同時驗出N501Y和E484K變種病毒株 他是一名39歲的外傭 而他照顧的10個月大女嬰也確診 而女嬰父母的檢測就呈陰性 這名外傭並非新近來港 自2019年來港後沒有外傭紀錄 他在今個月23日有吸售 26日曾到私家診所求診 前日去做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 他主要留在家做家務和照顧女嬰 在前復期多次去過富東街市買菜 而他星期日放假的時候 包括今個月11日、18日和25日 會到青衣青綠街5日的聖多密宗圖堂 其中有兩天有參加私閣班 私閣班的大約20名成員和會眾都要強制檢疫 這名外傭也曾經在東中文東路公園休息 上星期日去過東中東匯城買外賣進食 也去過影灣園Fusion超級市場 至於同樣確診的10個月大女嬰 她曾經淘捨兩次 仍然有待病毒基因分析 是否同樣有N501Y和E484K變種病毒株 這名外傭的緊密接觸者 都要強制檢疫21日 而其他度過女嬰曾經到訪的地方的人 都要強制檢測 近期沒有外遊記錄 在潛伏期期間 剛才說過病發時期是4月23日 所以如果你往前推算14天 潛伏期是14天計算的話 其實她都是在香港的 所以很有理由相信 這是第一宗未找到源頭 但是在我們本地感染的個案 所以我們是非常緊張 亦都要嚴陣而待去處理 正如之前那兩個個案 我們都將為了穩陣起見 因為可能那個患者 她在傳染期的時候 共用過一些大廈的公用設施 例如電梯、樓梯 或者一些走路的升降 我們都將整座大廈的所有居民 列為密切接觸者 安排他們檢疫 至於新增15宗個案 全部都是輸入個案 13宗是來自尼泊爾 分別乘搭今個月20號和27號的航班 其中一對男女帶有N501Y變種病毒株 在九龍圍境酒店檢疫 一人是來自印尼的32歲外傭 在尤馬地香港海警私泥酒店檢疫 剩下一人來自印度 全部輸入個案 都是在機場檢測 或者強制檢疫期間發現 香港電台記者 林家平報導 搜明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的男子唐英傑 否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 案件將會於6月23日開審 搜明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的23歲被告唐英傑 涉嫌去年7月1日 在灣仔駕駛插有標語旗次的電單車 撞向警員 他否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 高等法院再開庭 商討案件管理事宜 由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 彭保琴、杜麗兵和陳家信處理 法庭釐清控方需要證明的控罪元素 就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法庭裁定控方無需證明 案中存在暴力的元素 至於恐怖活動罪 控方就需要證明涉案活動 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 案件已經排期在6月23日開審 法庭指示控方需要在5月30日前 向辯方遞交開案陳詞 控方要在開案陳詞 寫清楚控方案情 要列明被告在案中 做出了什麼犯罪行為 他的行為如何構成煽惑他人 以及被告究竟煽惑他人 做出了什麼行為去分裂國家 另外法庭早前決定接納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志鵬 專家報告中部分內容 包括解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標語 以及當中致詞的起源和意識 三名法官下令控方 需要在下個月21日前 將專家報告翻譯成英文 交給辯方 並向辯方提供涉案影片和文件 包括救護車將受傷警員送院的紀錄 香港電台記者賴以靈報道 印度再多近38萬人 確診新型肺炎 當地醫療物資供不認求 多個國家對印度提供援助 印度單日新增近38萬宗新冠病毒個案 再多3600多人死亡 兩個數字都在創新高 三天內全國多了100萬人確診 多間醫院都急需醫療氧氣 和治療新冠病毒的藥物瑞德西韋 在首都新德里街頭 有病人家屬為了氧氣供應增執 印度這波疫情已經由大城市蔓延到鄉鎮 很難掌握到實際有多少人感染 星期六起政府容許所有成年民眾 都可以接種疫苗 預約系統開放的第一天 已經有超過800萬人預約 不過就算預約到都不知道 能不能夠打針 有專家就說合資格接種的人口 多達6億 擔心當局根本沒有足夠的疫苗 外國的救援物資就陸續抵捕 繼俄羅斯、英國和中國之後 美國星期四開始也會將總值 大約1億美元的N95口罩 氧氣瓶和100萬份快速測試劑 運抵印度 早前訂了的2千萬劑 阿斯利康疫苗原材料 也會轉運到印度 香港電台記者李冠儒報導 中國建設太空站的首個艙段 天和核心艙 昨天順利進入軌道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電 祝賀發射成功 5、4、3、2、1 電火 電火 搭載天和核心艙架 長征5號B搖二混載火箭 朝早11點多 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發射性空 我宣布空箭站天和核心艙發射任務 獲得圓滿成功 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 觀看升空過程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等 和工程人員逐一握手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射店 祝賀天和核心艙發射成功 標誌中國太空站建造 進入全面實施階段 為後續任務展開 奠定了堅實基礎 天和核心艙全丈16.6米 重22.5噸 是中國目前研製的最大航天器 將成為太空站天公駕管理和控制中心 亦是日後航天園生活起居的地方 香港電台記者何俊傑報導 早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指 中國遲遲未公布去年12月人口普查資料 是因為得出來的普查結果強差人而 報導說是至1950年大躍進運動造成飢荒以來 中國人口首次下降 總人口不夠14億 報導又引述知情人士說 人口普查數字被認為非常敏感 在多個政府部門對數字 以及數字帶來的影響達成共識之前 不會對外公布 國家統計局昨天發表聲明 指2020年的中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 具體數據將會在第七次 全國人口普查公布中發佈 根據內地傳媒第一財經引述消息人士指 中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預計會在5月中上旬公布 記者向國家統計局求證有關說法 相關工作人員說 現在還沒有特別具體的時間表 因為數據量比較大 仍在處理過程中 中國每10年開展一次人口普查 2010年第六次普查的時候 中國人口是13.3億 國家統計局在去年1月曾發佈 2019年底內地總人口超過14億 第七次人口普查是由2020年11月1日到12月10日進行入庫登記 新華社曾經報道將會在今年4月開始 開始會陸續公布普查主要數據 國家統計局在3月的時候透露打算在4月上旬公布 但到目前為止沒有公布 而在微博 中國新聞網轉載國家統計局的聲明 隨即引起網民熱烈討論 有網民留言說 如果是真的話 我不生小朋友應該都沒事了 也有網民覺得遲了公布 意味數據不合乎國家預期 資料應該很難看 負增長都是增長 也有人說 當你的小朋友一直不肯告訴你 期末成績的時候 實際上他已經告訴你了 明天已經是5月5日勞動節 如果消息屬實 相信很快就會有人口普查的數據 大家不用再猜猜一下 蘋果日報報導 一名在社交媒體創作政治漫畫的中學通識科教師透露 自去年被匿名投訴 指控其公佈時間上載的漫畫不恰當後 交易局裁定他專業失得的投訴成立 據了解 局方在信中列舉有問題的漫畫 包括時任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 被劃成被指不斷變長的木偶等諷刺警方的漫畫 教協認為 教師作為市民 對社會問題或政府施政有意見 並在社交媒體發表 看不到和他的專業表現有什麼關係 批評當局裁決不合理 教育局說不會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 音樂